大家好,我是五爱阿抓子 今天是2020年2月19号 今天是我做的有关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2097 今天我做的题目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真相大白 然后小题目是 坎爷张伯利不责备公开投共的教会卧底雄言 还称其为主内兄弟 请看请张伯利是怎样扶隆王丹的 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这个题目 当然有一些主观的认识的一些成分 弟兄姐妹们我把做完了之后 你们自己去看 因为我上期刚做完就是民运基督徒嘛 当然我就说张伯利 张伯利的确是他在推特上他指责过雄言 当然他不是说指责 他是希望雄言悔改 然后说雄言急功近利大概之类的 当然他没有骂过他 没有骂过他 但你说作为一个一般性的朋友 转弯没转的那么快 就是说骂一个叛徒之类的这些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作为一个牧师 其实大家关心的是什么 关心的是雄言 他作为一个牧师 他为什么变化这么大 对吧 这才是重点 对吧 这才是重点 而他的政治上的东西并不是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信仰来说 他并不是我们的重点 对吧 比如说你要掌权掌权去参加 这并不是我们的 而是他信仰 信仰他 他的那个思想是怎么转变的 因为这个突然一个 就是说是以前至少是反共的人 或者是坚持就是真理的人 怎么突然一下投了共了呢 这是大家关心的重点 而说实在我刚做完的时候 当然他们就没有从这个方面去说过 说实在我刚把这个205期说出来 就是说怎样看雄言公开投共 哎就马上我坐完一会儿啊 就马上就看见就是张伯利在采访王丹 我把阴县 以前我知道张伯利他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人物嘛 张伯利的讲的东西我知道他是东北侃爷啊 所以我说的侃爷啊 他是东北侃爷 他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人物 这个在以前都讲过了 讲的很多了 他的名单在强奸犯源自民的开的旧间人共死呢 因为我们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最起源的就是由旧间共死暴露了远志民嘛 这个强奸犯是共产党的人嘛 他们发表了一个异端文件 就让共死嘛 张伯利就排在应该是排在第四或者是第三的位置 这个名字上面不是那个啊 所以张伯利就是跟远志民一伙的是属于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人物 从那个信仰来说 他的信仰是有问题的 是有问题的 当然他是不是党派过来的 是不是一开始就派过来啊 那个不是很清楚 但是从旧间共死来说啊 他的确是和共产党人合作 至少是通过远志民和共产党合作 这是毫无疑问 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他也没有说 他推出来 然后我们就看他的采访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印象 第一个印象 第一个印象就是你看 他采访开始一看的时候就 访问王丹 对就是这个 大概在11秒钟你们去看啊 这个地方啊 就是访问王丹 关于纽约六四纪乱馆熊岩及其他 这个岩他应该是写错了 熊岩的字应该是三个活哈 张伯利谈天说地 我一看的时候 当然其他就不会说了 我就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搁登一下 你看到这张照片啊 你看这个照片呢 因为人们为什么就是要认为熊岩 他是投工了 最大的原因他就是反对六四纪念馆 特别是王丹他们的 你看他的照片其实是没有的 没有的啊 没有的 然后你看我们就说说这个冬哥视频 你看他这个照片就是完整的 就是 呃 隔壁冬是完整的 然后你看李洪宽 我 上次说到的那个李洪宽 在哪里啊 我再找一找哈 李洪宽 也是 包括我 都是选的这个完整的照片 都是选的 完整照片 他就是在葫芦王丹嘛 或者是他根本就不太在意 根本就不太在意 从这一点 就是细节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哈 呃 就是在这里我们看看李洪宽的 呃 因为在网上现在已经收不到 就是骂熊岩的人哈 指责熊岩投工的人 非常之少 我说过大外宣是不允许指责熊岩的 所以说说熊岩是投工的的视频非常少 我就少得了李洪宽 李洪宽的哈 李洪宽你看他李洪宽的这一期 你看他也是选的这个完整的照片 而他不是首先我一看嗯 怎么没有啊 关键的地方没有哈 啊 当然后边这个节目做完了 他做了两期节目哈 就是一个是他访问王丹 王丹万丹万丹他自己再聊聊熊岩呢 他这次终于选了个完整的照片了哈 啊 当然这就是后边看到的节目后边 他后面再聊聊熊岩呢 呃 给前面的内容差别不大 差别不大就是前面一通吹嘘 他们以前的经历啊什么的 然后隐约的为熊岩 就是说熊岩这个人性格性格比较毛躁啊 什么什么的啊 做事没有那种 比较冲动之类的这些啊 那些都不讲的 然后再吹嘘一下自己 也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然后在这里面 因为作为王丹的说他肯定 他为什么找到张伯利 因为张伯利也是基督徒嘛 也是牧师 熊岩也是牧师也是基督徒啊 王丹比较关心这个 其实就是有一个因素 当然就是说肯定也是想张伯利求证 就是到底王丹杀门杀谎 是不是熊岩 他先是同意建立六四纪念馆没有啊 这个当然就是 这点张伯利是 的确是正式王丹 他们是的确是通过的啊 那是熊岩开始承认 是加入了一个筹委会 纪念六四馆 后来熊岩自己有否认了 就是在网上登报说他没有 没把他名字用了 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哈 这点张伯利的确是肯定了王丹的说法 好 然后王丹呢就问了一个 他就大概在前面就是这个问了 王丹的开始一段成 就是有关他六四纪念馆陈述之后啊 然后就说了是他做一个牧师 这样也不合合圣经的教导 大致这个意思哈 然后张伯利就避开回答他这个问题 知道吗 张伯利就避开回答 你们自己看 张伯利就是最后再说来说起来 就说到了这个 你们自己看 我刚才有些细节我就忘掉了 你们从细节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张伯利他是避重就轻 在回答王丹的问题啊 就是他后来张伯利说的是 然后呢就到了回答下面提问的问题嘛 张伯利就是说骂熊严呢我就不练了 然后就是主要就是回答 就是六四纪念馆的问题啊 就是六四纪念馆这个问题 的确是王丹说的是对的啊 就是熊严呢 嗯 他是先同意了 后来又否认啊 翻脸不认认啊 所以说张伯利他就没有从圣经上那样来说他 所以说他后来还是说了张伯利他是这样的原话是不责备啊 他不责备熊严他还是称为熊严是主类的兄弟 他当然也提也也提到了就是熊严这样做就是尤大像熊严是尤大 像熊严是尤大 后来又提到了关于信仰的问题就是王丹他一直想提到这个信仰的问题就是你们基督教这个信仰的问题啊 这次张伯利他再也没有躲不过去了 张伯利就因为王丹他主动提出来嘛 说以后中国民族转型啊啊需要基督的精神 这个是错了这是个异端思想知道吧 这是个异端思想啊 就是说这是他们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一直拿来欺骗人的 就是以造小啊流通书啊就是张伯利啊他们这些 我跟你说基督是拯救人的灵魂的他不是拯救国家的也不是拿来作为政治操纵的啊 啊就是圣经上说的非常之好就是 嗯 张伯利没有引用这句话就是神的物当归神 嗯 凯撒的当归凯撒 张伯利没有引用 张伯利只是说呃他没有引用这个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一般意义说的正教分离就是哪些是神的物啊 比如说政治呃就是摆饼啊聚会啊信仰啊 我脑子里崇拜神啊呃我就是有关传福音啊 这个都是属于神的哪些是属于是的比如说纳税啊纳粮啊啊 啊接征婚啊征纪守法啊啊然后是这些是属于凯撒的然后然后 政治的这些东西啊啊啊熟识的政治投票啊选举啊这些都是属于该杀的啊这些都要顺服该杀 知道了张伯利没有提没有提这个东西张伯利把这个一锅周角张伯利就是说呃他引用了圣经的话圣从呃他引用彼得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就是 顺从神不顺从神是应当的啊这句话也是也其实是说是顺从神是什么是神的物当应该顺做神啊 所以凯撒的物当然你就不能说顺从神了因为他本身就是属于凯撒的物啊啊啊这句话也要这两句话连着说连着解释才行 但是张伯利就自己引了一句话就顺从神不顺从无是应当的这是错的哈啊这个就是说只当你用这句话就是说你拿这个东西去 反抗掌权者这是错的这是错的就是说要 神的物当凯撒比如说共产党来控制我们教会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当要顺从神啊而不是顺从共产党啊这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共产党要求我们纳税纳粮参军啊然后遵守分英华然后这些东西哈啊在学校要遵守他的教育这个就是属于物的哈当然在我说在学校里面好在家里那是属于你父母的啊这个这个就属于盖撒度我们一定要遵守然后重量是盖撒颁布了一个握法 Oui